嗨 欢迎来到毛蛋的视频 哦 新发色终于出来了 就是这种蓝蓝的 你们喜欢吗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脸上这个妆容 很简单很简单的 很有秋冬感的这样一个偏 梅子色的妆容 挺显白的 并且呢用的都是我最近收到的 双11期间我买了新的彩妆 感兴趣的话我们就继续玩一下看吧 先吧 好的 我先上一个遮瑕 然后我这段时间没有买遮瑕 就用我最常用的 这个美宝莲的橡皮擦 我把那个橡皮擦给抠掉了 只剩一根管了 然后我就把它挤在我的眼下 用手这样把它给抹上去 然后额头上有一点点提亮的 下巴这边 打练完两边 用我新买的镜姿 然后再用我新买的粉底刷呢 把它们刷开 它可以让它的遮瑕度变得超级高 我现在有点抹多了 哎呦 恐怖耶 好的 没有关系 因为接下来呢我要搭配这个 我最近收到的 密斯佛陀的底妆 这个产品呢 是我在美图美妆 这个APP首次尝试下的单 就是这个粉霜 它是根据我的肤色给我推荐的 然后我发现确实还挺深的 非常非常适合黑黄皮 我就把这个比较深的这个粉底霜 粉底膏呢 打在我的脸的周围 我觉得全脸上它的话 还是会有点太暗了 哎 这个用手画开的话 好像抹开的感觉 这个APP呢 反正是我最近才接触到的 就简单的来尝试一下 挺好玩的 就是它可以测试你的肤质啊 然后给你生成一份皮肤的那种报告 给你制定一些方案 推荐一些产品就那种的 这是我第一次用密斯佛陀加的东西 并且听说它叫的粉膏是比较出名的 我一直比较种草 我用下来感觉它的遮瑕效果真的很不错 你看我这边有一些痘印 我再来叠一些看一下 我现在的头发呢就是正在染 然后待会儿就要洗掉 正好呢大家也可以见证这个神奇的时刻 这个遮瑕效果真的很不错 好啦 这是今天的底妆 就是现在眼下局部 就先在脸上来局部提亮一下 然后用一个非常非常贴合我肤色的脸 可以跟脖子连起来的 在脸的周围再上来一圈 这是最近我非常喜欢用的 妆方法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我在山蓝彩妆买的这种比较长的眉笔呢 我把它削成了这种形状的 类似于那种砍眉的砍眉刀的形状吧 小的不是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耽误使用的 感觉我现在的眉毛有点一高一低 好像最近我话说的眉型都是比较贴自己眉毛的这种形状 所以有一点点偏平直的感觉 这只用的是灰色的 但是它不是非常非常偏冷的那种灰色 我刚刚又看了一下这个APP 我是觉得真的还挺有意思的 并且上面还可以提供一些产品 可以直接在这上面下单 他们宣称的就是正品保证假一赔十的那种 然后这是它整个界面 然后中间这有一个皮肤测试就挺好玩的 我最近的得分呢不是特别高八十几分 然后黑眼圈和黑头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 它会根据你的皮肤的情况啊 给你做出一个报告 然后会提出一些帮你提升肤质的一些方案 然后它会提出这些建议啊 平时注意眼周护理啊 抗氧化抗衰老防晒补水等等 然后下面还会给你列一些 比较适合你肤质的化妆品 所以说它这个APP不仅仅是一个 可以买东西的APP 就是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皮肤的问题 可以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皮肤嘛 还是一个挺好的APP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并且这个月将近月底的时候 是20号到23号就有黑五的预热活动 正式活动就在24号到26号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就多一个这种购物的APP 大家都可以去对比一下价格呀 方便大家的剁手对吧 好那我们再继续画这边的眉毛 好了眉毛画好了 就是比较偏自然的这种眉形 接着我们来画一下鼻影 对那鼻影的话 如果就是今天分享的是比较偏日常 比较偏简单的画法 所以我平时如果就是赶时间的话 我就用这个眉笔啊 在这儿涂一下 然后用手稍微的晕一点点 就OK了 就是如果想特别快速的完成妆容的话 就会这样弄 并且呢是着重加深山根跟美貌接头了这个地方 是不是立刻就有效果了 就是这个眉笔的颜色还是挺适合 然后鼻头这个地方稍微再修饰一下 眼影部分呢我用最近买的这个盘子 ELF的 非常便宜一个开价的品牌嘛 大家都知道 然后这个颜色我非常非常喜欢 超级适合现在冬天的这种主题 红红紫紫的 这盘非常的实用 它是全哑光的 并且从最浅的打底色 一直到最深的眼线色都有 所以就今天使用它就可以画一个非常完整的眼妆 甚至都不用画眼线这种东西 所以呢我们接着马上就来画一下 先用这个打底色浅的 然后这盘呢粉质的话 但它这个价格算是OK的 没有说非常棒 可是很适合新手 因为它的上色啊浅色度呢 比较好把控 就会一下子往颜色上去运不开 或是颜色太明显 太突兀 这倒是不会 好用浅色的打个底 然后再用浅色的去稍微戴一下眉骨 我选 第二个颜色是一个比较暖的 比较偏红的一个淡淡的那种过度色 把它扫在眼窝内的位置 让整个眼睛看上去不是很肿 但是不会说太黄太黑 它是透着一点点红色调的 所以总体是比较温柔日常的感觉 然后戴一下下颜碱 注意边缘的过度 是吧 它是有点透着红色的那种 觉得挺好看的这个 接着呢我们再混合这两个颜色 就是我不想让那个眼妆太红 所以就混合这两个颜色 然后在涮皮褶范围内呢 把这个颜色给加上去 下颜碱呢也这样边缘一下 再用刚刚那个刷子呢 把这个边缘轻轻地映染一下 然后呢再拿一把比较精细的刷子 细节刷呢 来专取这个紫色和黑色 稍微混合一下 睫毛的根部 把这个颜色上上去 眼尾稍微的拉长一点点 然后下颜碱加深后三分之一出就可以了 就这种雾雾的烟熏的效果 非常喜欢 如果你想让你的眼睛显得更大一些的话 你可以稍微用一个浅色的来提亮一下 握残 简单的提亮一点点 就是一个透着红色的烟熏的眼妆 比较偏秋冬色系的这种眼妆就完成了 其实也不需要加假睫毛 就是非常简单 很日常 如果我平时没有太多时间 但是想画一个有冬天这种感觉的眼妆 就是这样简单快速的来画一下就OK了 好 接着我们来上一个非常有秋冬感觉的 梅子色的腮红 就是Canmake的PW38这个色号 超级超级活 它也是可以在美图美妆这个APP上找到 挺便宜的 并且这个颜色真的挺值得入的 很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看上去啊 这个颜色挺恐怖的 其实把它涂出来呢 它颜色没有这么深 上脸之后呢也不会这么突兀 所以我选一个比较松散的刷子 这个圆圆的刷子 请轻轻地沾一下 然后抖一抖 然后顺着鼻梁这样扫在脸上 看到了吗 有一点感觉对吧 我觉得它意外的很显白 像我这种黑黄皮的话 我还是挺害怕这种颜色的腮红 结果上脸之后 莫名其妙就特别好看 最近收到的三个唇膏 就是双十一期间买的 给大家刷刷色看看 有两支是colourpop的blotted lip 另外一支呢是nyx的 哦我超喜欢nyx的 我觉得它家彩妆 彩妆 我觉得它家彩妆真的好有性价比 然后这几年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我感觉这三支的话 应该是这一支最适合我今天的妆容 感觉上 但是我还是要先刷一下色 给大家看看 首先这个是ultrablotted lip 里面的zuma zuma 好温柔的一个颜色 好像比较偏暖 比较偏橘一点点 比较偏橘的那种豆沙色 然后是dosey 这个呢是比较偏红偏粉的一个颜色 nyx的17号 感觉这几个都不够深 不够有那种梅子色的感觉 我先用这一支 然后再叠加吧 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我上次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涂过 好啦 那涂完之后是这种效果的 就是涂的那个dosey 那个dosey 那个色号 我不知道 读的对不对 不是我今天想要的那种很秋冬的色系 虽然这样很好看 很日常很温柔 但是呢 我还是要叠一支比较深的颜色在嘴巴上 这个呢是nyx的 soft matte lip 哥本哈根这个色号 给大家看一下颜色 就这种比较偏紫色 梅子色的那种效果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再约一点 嗯 yes yes that's what i want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非常干燥的颜色 yes 我喜欢 我觉得瞬间妆容有了灵魂 对 就是这样的 这一支真的是超级推荐了 冬天必备的一个颜色 我的头发应该也染好了吧 我去洗一下 然后来见证我的新发色 洗完头了 哇塞 好好看啊 好喜欢这次染的效果啊 我之前也都是染的这个颜色牛仔蓝 好像跟我身上这个衣服还挺顺色的 好挺好看的 好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给大家这样 像get ready with me一样 边化妆边聊一聊 然后给你们看我的新发色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别忘了支持一下 点个赞 然后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你们也可以教一下你们 最喜欢画的秋冬的妆容给我 发图片 at我 或者是直接评论 直接发图片在评论里面 好 咱们